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SL 怎樣跟手機聯繫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Frankie 較早前有位朋友買了一部SL 在電話問我 如何使用SL 相機和電話去聯繫 今次我趁這個機會 和不止一位朋友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到底SL 怎樣跟電話聯繫 其實分別有iPhone 或者Android 大家用的Apps 都是一樣的 叫做 Leica Photo 而這個Photo 是 F 字頭的 F-O-T-O 大家下載的時候 留意這一點就可以了 還有就是 順便也教大家 如何升級 SL 的Frameware 當然啦 首先就是要下載了 下載了一個 記錄的SD 卡 然後放在其中的一個卡槽 最好你就不要太複雜了 一張卡放在這裡就算了 因為太複雜了 怕它有時會混亂 那現在開始就教大家 如何升級了 現在呢 嘗試一下 升級了 首先呢 就進了Menu這裡 然後選擇 相機 這個資訊 然後呢 進去之後 這個是我原本呢 是3.2的 Version 3.2 再進去這裡 下面 就有得 開始更新 OK 按下去 接著呢 它問你是不是更新到 最新的3.4 那你就 對啦 你要等一等 對 接著問你是不是 儲存了 那些本身的Safe 在SD 卡上 如果你有設定的 就是 好像我現在這部機 就有設定的 那你當然是 那它就成功輸出了 那然後呢 就在這裡 upgrade Famware 那我們這裡 稍等一會 飾機 著機 好 那首先呢 就按回 Menu 那 Menu 然後呢 就選 回 去 有一個叫做 這個啦 WLAN 進去之後呢 你會見到有 QR Code 然後呢 那我就 電話 電話呢 首先呢 我這裡 剛剛說的 就是要安裝了 這個 Nica Photo 那在這裡呢 就選擇一個 加相機啦 當然是選擇 Excel啦 Excel 接著它這裡 就叫我 按個QR Code 那我就 按個QR Code 按個QR Code 接著呢 你叫它繼續做 加入 Wi-Fi 第一次的時候呢 就需要少時間啦 現在就駁掉了 OK 那第一時間呢 它就出了 之前拍的照片 是什麼 那這個按出來 就剛剛之前拍的 那呢 還有一個 有趣一點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 選擇剛剛的 LineCard Photo 啦 那這個就是剛剛拍的照片啦 那我還可以 Renote相機的 甚至乎呢 可以按按鍵 拍照的 現在按了一下呢 那在 電話控制 相機去拍照 那如果是簡點的介紹呢 你還是覺得 不太明白的 那歡迎你呢 拿上你的相機 和你的電話上來 我一起跟你去設定的 我們不時呢 會有影片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給個讚我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